國境結封倒數想從這扇門出去 民眾的假期跟荷包都準備好了 但領隊似乎還沒準備好 因為防疫訓練課程 搶不到上課名額 依照觀光局的出入境團客旅遊指引 導遊領隊都要受相關防疫講習 只是政策來得突然 光在雙北地區 導遊領隊人數就超過4萬人 首批課程一開放3分鐘 名額秒殺 不要再為了搶疫苗 搶口罩 甚至搶快篩 甚至我們現在要搶上課 這個是很荒謬的一個事情 上個內容主要是交到出團時 遇到確診如何應對 只是說觀光局表示 沒上過課就不能出團 違規被抓到一團就是罰1萬 中央民國觀光導遊協會 在台北開3場 台中高雄各1場 但已經全數而滿 未來也有線上課程 等不及的旅行社 也能自己找講師開課 只是就業者開始鴻台價格 當然有的協會 就是只有收取大概100元的場地費 那當然我們也有看到的是 1800甚至到2500的費用都有 真的出團呢 現在領對小費馬丘拍坦 機票漲 團費漲 遇上通膨 必直貶 出團小費確實始終如一 雖然是業者負擔 但包含在旅費當中 而且每家旅行社價格不一定 平均來看30年前 歐洲航線現在多了20% 來料12歐大約是374塊台幣 而美國加拿大漲比較多 有將近380元台幣 東南亞也調漲到300元 但漲幅遠比不上通膨速度 看起來好像提升了20% 但是在海外的當地的 要提供給當地的導遊或司機 甚至國外的參費等等的 其實他們的漲幅甚至到30到50% 什麼都要錢錢錢 好不容易等到邊境解封 領隊們出國 卻賺不回疫情間損失的 而且現在還得先找找防疫訓練課 哪邊有名額 哪邊上 TVBS陳映然靈利台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